这个还是活的 能看见那个海蜇脑袋 它要是不活的话 那个海蜇脑都冲堵了 这东西回家腌一下 凉拌就可以吃了 就这种在水里面的猫眼罗 不容易发现 这个一边退潮 一边露出来了 这个要缩了 这水花真漂亮 在水里面那个水 特别多 都不用挤 在远处看 我以为是个带子 不过它这身上带了一个生蚝 看见了吗 我给这个生蚝拿下来 这生蚝还是个带肉的 个头还不小 这生蚝呀 这壳也没白剪 多大这个壳 只要是带肉就好了 这个壳也没什么用 丢了呗 这个扁肠的呼吸口 一般都是海豆芽 这海豆芽跑得真快 它为什么跑得这么快 一般这个海豆芽 在那种稍微有点泥巴的沙子里面 跑得特别慢 可能这边沙子比较软和 你看没有泥的沙滩 这个海豆芽多白呀 就是不一样 这边雨往拦下来这么多 尼罗这个小球就 有一些都晒坏了 这些都是 回头我全给它弄到水里来吧 今年这小球又比较少 以前的话都特别多 这雨往都懒满了 这些不带水里面的都坏了 就这样了 放在这个地方 回头涨槽以后 它就顺着这个网子 回到海里去了 我追了它好长时间 卧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头不小 这个鸡尾虾太难抓了 哎 这么一摁怎么不动它了 这头好将摁掉了吧 不好意思 用力大了 在这个水里面 抓这个虾子太难了 我这又白捡了一个颤子 这还是个新的 这应该是谁过来赶海 赶完直接就不要了 这个螃蟹把钱都放在这个山滩上 你看 这钱的比我手还长 这鸽头新 那螃蟹跑哪去了 这个螃蟹的一斤 你看这个大钱 没一斤长不了这么长的一个钳子 这钱的还能吃吗 算了 别吃了 应该是海鸟吃剩下的 就这样的呼吸控里面全是银子 看见这种洞 直接撒盐就行了 这个还没反应呢 睡着了它 来了 再给它来点盐 这个鸽头也不小 这种猪烟银 能长这么大得五六年了 你看这身上都发黑了 这种的最好是便吃了 蟹子要是刚刚坏的话还可以吃了 这个我给它打开 送给螃蟹吃 你看 这个肉还行啊 这么整整个放在这个地方 海鸟也没法吃 螃蟹也没法吃 给它打开以后放在水里 回头就让螃蟹吃了